酒店的小餐 在地铁上看到这边有卖咖啡的 先买杯咖啡盒 I get a coffee 美尔卡丼 45 然后我点的时候他还提醒了我一下 嗯 这个咖啡是没有糖的 进站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 我必须要拿一个袋子我才能进来 这么一杯 很好喝 很浅 没有那种非常焦苦的味道 喝起来就很顺 45泰铢的话差不多就是10块钱嘛 我觉得咖啡就应该卖这个价格嘛 不要卖太贵 但是我依然没搞懂 为什么进地铁站要拿一个塑料袋才能进 有知道的同学跟我说一下呗 这个在泰国路边经常建这种小的咖啡店 路边的这种 这种小店非常赞 太赞 真的很香 很香 应该是芒果的西米 还有这个 哎呀 入口菊花 它叫这个叫sticky rice 就是这个芒果加上这种糯米 像是粘米一样的 一大口啊 就是一大口 它这个米吃起来非常香 有奶油的香味 它应该是加了一些奶油 还有一些起司 吃起来很香 而且呢 很黏很黏 再来一大块芒果 我帮你们吃好不好 太赞了 入口菊花 还有这个应该是芒果糊丁 它这个芒果 吃起来真的跟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芒果不太一样 让我们自己平时吃的芒果 就没有这种口感 然后再尝一下这个 哇 入口很绵 它这个是芒果冰沙 但是它里面是没有冰块的 只是把芒果肉打碎 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芒果 感觉是有纤维的 它这个是感觉好像是没有纤维 我的这一半已经解决了 现在这个味道 来解决它的另外它的一半 来一口 哇 这芒果好甜啊 感觉它这个芒果呢 是不用去嚼它就像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平时在水果市场那些买的呀 它那个纤维就吃进去 就会夹在牙齿上吃 但这个就不会 这个糯米球你尝一尝 嗯 多吃一点一下子来一半 感觉如何 有点咸咸的 对有点咸香 然后有那种起司和奶油的这种感觉 它这个不是那种传统的加了冰块的冰沙 这个是没有冰块的 冰的果肉打发成这样那种粘稠的这种肉的质感 你喝的时候它一点点纤维都没有 可能是因为芒果的品种有关系 一定要来这家店 Mango Tanto 来到了一个 这个叫Fat Office 看这上面有这么多 然后点了一个这个 我点它是因为我看它是黑色的 然后呢可以加咖啡 你看这种 它这个是就跟星巴克的Fappuccino有点像 上面有奶油 西瓜 餐巾纸 so can we sit upstairs yes thank you 去楼上坐一下 我看到这个单子的价格的时候 我都被震惊了 我说我从来没有见到我这么便宜的咖啡 这杯咖啡是这个摩卡 热的摩卡咖啡 这杯咖啡我刚才算了一下 它就13块钱 一杯13块钱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咖啡 然后味道也是不错的 然后我尝一下这个冰沙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20块钱 这个价格真的是良心价格 我都震惊了 我先尝一下味道 尝味道之后我才能评价 太赞了 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包吻碎 或者饼干碎之类撒上来的 加上奶油 如果你们在意的话 我这次来泰国真的 我没有去喝纯咖啡 因为我觉得来到像这种热带的地方 就一定要尝试一下这种咖啡基底做出来的这种冰饮 我觉得这才是他们这边的特色 而且他们这边喝咖啡真的没有太去在意 咖啡本身的味道 那它就是把咖啡作为一个饮料来喝 咖啡就是饮料嘛 对不对 不要把咖啡想得太认真太复杂 这个方位那个方位 这个处理那个处理 那对于大众来说 那我喝到咖啡饮料的味道 那才是大众需要在意的东西 并不是说一直给消费者传导说 这个咖啡豆的风味是什么样子的 那它是生长海拔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不是他们的一个关注点 国内的很多咖啡店应该多学习学习 把咖啡做成饮料让大众接受 让大众可以喝到这种好喝的咖啡饮料 这个espresso 这个主品的这个方式有点意思 给这个牛小咖啡的粉丝尝一口 这个espresso 给屏幕前的你们先喝 它这个还蛮烫的 这个杯子有点烫烫的那种感觉 喝一口 蛮顺的 蛮有意思的 喝个冰水 再尝一下这个冰滴 这个冰滴我点的是这个云南的这个冷脆 它还标注了海拔1400米 哇塞这个冰滴真的好好喝 太好喝了 来这边找到了一家这个非常正宗的吃米粉的 粉丝的这样一个店 然后我点了这个鱼丸 这边还有鱼是什么鱼饼对不对 然后这粉丝 哇看起来超赞的 我先来一口 还有点酸爽的这样的味道 鱼饼来一个 哇泰国好吃的真的太多了 好滋滑的 很筋道很Q 这个店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很很实惠 价格一点都不贵 而且它这个味道太散了 汤也很赞 然后还有这个真是菊花茶 冰菊花茶 这个菊花茶的香味和清甜味很赞 然后再来一位